歌手陳生站在台上又唱又跳 活潑模樣看了就讓人心情好 她已經六十四歲 但演唱實力飽刀未老 今年還到澎湖海映嘉年華大展歌喉 不過現在有女子在網路上點名陳生 指控曾被她性騷擾 女子在帖文中陳述 二零一九年九月九號 她與陳生 經紀人和企劃一同開會 沒想到從進門時 就被陳生不斷打亮 已經讓她很不舒服 後來又硬要送她啤酒 第二次見面是同一年的九月二十二號 當天被迫和陳生及企劃開會 沒想到陳生不斷打聽她的私事 甚至肢體騷擾 強迫灌酒 以及言語性騷 過程中企劃不斷阻止陳生 也讓被害女子有機會能夠逃跑 陳生離愛後又戰勝病魔復出 每回出現在螢光幕前 都是活力滿滿的大頑童形象 如今捲入性騷風波 記者實際撥打陳生臉書 粉絲專頁留下的號碼 直接轉到語音信箱 而長期跟她合作的宣傳人員則表示 持續和陳生聯繫中 但無法代替她向外界回應 希望六月能夠九位出的新寶島 新寶島康樂隊是由三位成員 組成主要演唱台客與歌曲 但成員黃蓮玉六月時 也曾遭一名女子指控她性侵 當時黃蓮玉透過書面聲明澄清 並非事實 不過這起風波持續延燒 客家歌手劉少希十三號晚間 發出聲明表示要退出 客家博覽會開幕表演 因為她被要求演唱 新寶島康樂隊的歌曲 但聲明中第一點就提到 她劇唱性侵性騷嫌疑犯的歌 至於陳生和新寶島康樂隊 在七月底還有唱演唱會 會不會受到影響 恐怕得看陳生怎麼處理 這樁性騷指控 華視新聞劉偉誠 沈麗榮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葉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